最尊敬的就是我们英雄的邓世昌 指挥的 高喊着 壮臣 同时下水 记录下在水下整个探墨调查的过程 同时呢我们还准备了一个三方通话系统 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对接 今天这样的一个直播 我的心情跟以往所有的直播都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是充满一种非常佩壮肃穆的心情 来等待能够在水下看到英雄的 哪怕一丝一毫的一些遗迹也好 表达一下对英雄的景仰 那么这两年时间的这个豪股调查 获得了很多关于这个下面那个 成建的这个建体证据 包括一些主炮 还有一些护炮 还有一些鱼雷的线索的流行发现 你看很脆 我们都是通过大量的很细致的工作 一点点的把它找齐了 大家看到在这个市出处了一些同步建 我们有一个队员正在这进行详细 还有悬舱的悬柳 现在正在做这个填舱的提取工作 他们在充气为了减提提的重量 50公斤的腐力带都把它提升不出来 周队还有陈岳刚才我们看到 主要是探望到了一个咸窗 咸窗海骨 但是出于对先烈的一个尊敬 我们就不能把它 还有好多的这种间接证据非常多 对 就是我们那个通过大量的那个 我们怎么想象的一个 从这样一个零散的一个结构来看 是不是我们大概可以推测 当时的这个战斗进行的非常的惨 往第三个点走 这个位置成为我们推测 可能是大概在船的尾部 是不是 这是另外一个 不是啊 这是那个左右选 好的 崔勇老师能听到吗 可以听到两件大件 已经飞离原来很远的地方有岸 那些想后件也已经不清楚 也是一个9月17号 那今年的9月17号 我们还有一个重大发现 就是这个 这个在我们考古 水下考古经常见到 很常见的 而它表面它是附着物 目前对它进行一些什么样的处理 就是我们准备 对它那个尺寸亮一亮 观察一下 然后最后把它浸泡在那个 清阳化栏里 我们知道的清阳化栏容颜里面 保持它的稳定 一个船舰也差不多 我们现在的船舰也就是这个鲤 把它固定 磨的致远舰 在那场惨烈的战斗中 致远舰